随着中美摩擦声温,行政会议非官首成员。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表示,美国有机会将金融工具武器化以打击中国,而美元是其中一项强而有力武器。 但预期美国不致采取这项极端的核损项,因为将同时严重损害美国利益。他相信美国有机会于短期内公布制裁措施,或对个人或机构构成不变,但相信不致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。 任志刚昨日出席团结香港基金举办的论坛并担任主港嘉宾,分享他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货币体系前景的观点。 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的大环境下,香港不幸成为磨心。 任志刚指出,美国威胁将金融工具武器化。美元即为强而有力武器,假如美国在金融领域方面对香港采取极其严厉的制裁。 势将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。 不过,假如美国贸然使用核选项,同时将严重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。 在金融武器化方面,根据任志刚分析,可供美国使用的金融工具包括货币、投资和资金囚集,打击对象由个人、机构、集资者、投资者、金融机构以至政府层面。 而可能手段计有,禁止使用美元清算设施,限制涉及美元的外汇交易及其他金融交易,凍结美元金融资产,限制在美国或以美元集资或投资,以及限制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金融服务等。 美国早前因应香港国安法的实施,扬言会对推动立法的内地和香港相关官员采取制裁。 任志刚忧虑这些制裁措施可能于未来几个月公布,及可能对内地和香港的部分人士和金融机构带来不变。 为不会对香港的系统或机制构成影响,他认为美国的制裁行动不致涵盖政府层面,也不会限制香港使用美元,或冻结香港持有的美国国债。 因为这些属于核选项,是商人兼,一旦贸然使用将同时损害美国利益。 另方面,假如美国不动用核选项,预料不会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。 美国国会早前通过香港自治法案,同时取消提供与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。 不过任志刚指出,在金融领域层面,他不认为美国有向香港提供特殊待遇,故也无法拿走。 对于分析指中美之间爆发新冷战,投资者或选择轮近香港的新加坡或东京,可能削弱香港的吸引力。 任志刚回应说,只要香港继续发挥其金融中介角色,即连结中国与全球市场。 由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其他国家始终会与中国维持业务来往。 香港仍会是首选地方,本港去年因修例风波而引发社会动荡。 任志刚表示,假如任由事态恶化,将令本港的金融专材外流, 削弱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,对香港而言并非好事。